文章来源 烤鱼 春节越来越近 年的味道越来越浓 一年一度的春晚也将如约而至 陪伴观众长达四十多年 春晚就像每年的年夜饭一样 成为除夕夜不可或缺的一道文化大餐 全家人坐在一起观看春晚也成了一种习惯 2024农年春晚自主创团队公布后就备受瞩目 主持团队都有谁 语言类节目有哪些 会有哪些新面孔出现 出圈的话题是什么等 都是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龙年春晚的神秘面纱层层揭开 从彩排的路透来看 尼格买提和龙阳先后现身央视老楼 加上春晚主持门面担当任鲁裕 主持团队目前至少已经确认了三人 尼格买提算是春晚主持的老熟人了 龙阳此前曾于2021年和2023年 两次主持过春晚 龙阳如今在央视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综合 财经 综艺 体育 音乐 等多个频道成功刷帘 主持的中国诗词大会 中国书法大会 中国国宝大会等文化类节目 广受好评 不出意外的话 他也将第三次亮相春晚的舞台 马帆书此前和任鲁裕 一同主持春晚分会场的发布会 这也释放了一个信号 马帆书也可能占据一个春晚主持名额 至于剩下来的两个主持名额 萨贝宁以及2023主持人大赛选手都有登场的机会 除了主持阵容逐渐清晰外 龙年春晚的嘉宾阵容也逐渐浮出水面 1月15日 龙年春晚完成了首次带装彩排 一众明星纷纷亮相彩排现场 据媒体报道 参与龙年春晚首次彩排的明星近40人 包括刘谦 古巨姬 黄博 黄轩 大张伟 杨幂 魏大勋 曾顺熙 新直磊 0713 再就业男团 毛小彤 魏晨 周深 毛不易 岳云鹏 孙岳 宇言 蒋诗蒙 张池 白敬廷 陈立军 李云霄 苏有鹏 张若南 汪苏龙 张杰 陈伟霆 刘宇宁 白举刚 宋佳 华 华潇一 赛一纯 王阳等 这一份嘉宾名单 有惊喜 也有遗憾 细心的网友会发现 龙年春晚的专业歌手明显增多 毛不易 张杰 汪苏龙 古巨姬 周深 赛一纯 魏晨等歌手 纷纷在列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歌手的出现 势必撑起歌舞类节目的门面 我们也期待 春晚能再次出现 是妈妈是女儿 这样的爆款歌曲 春晚的舞台 一直都是歌手 刘宇宁梦寐寐以求的 虽然也曾登上过 网络春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 但一直和春晚失之交臂 刘宇宁多年来 一步一个脚印 在娱乐圈终于被看到 去年又有爆款剧加持 刘宇宁也终于获得了 春晚的邀请 大一加上手串亮相 刘宇宁在人群中 格外有气场 期待她梦想成真 熟悉0713 在就业男团的观众 应该很清楚 春晚梗 经常在节目中 被他们提起 蔡国庆 也非常想要 带他们上春晚 做客快乐老友记的时候 蔡国庆 还专门送给他们 意义非凡的礼物 晚 可惜的是 团队中 除了两次登场春晚的 王正亮 其他五位好兄弟 一直都没有登场的机会 欢迎来到蘑菇 让他们成功在就业 快乐再出发 快乐老友记 让他们彻底出圈 披荆斩棘的哥哥 更是让观众看到了 他们的舞台硬实力 荣年春晚项目启动后 很多粉丝就呼吁导演组 让0713 再就业男团上春晚 导演组也听到了 网友的呼声 他们顺应民意 终于给了 再就业男团机会 期待他们能真正 站上春晚的舞台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春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付出很多的努力 并不一定得到机会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 登上春晚的舞台 异常轻松 张杰 周深 汪苏龙 毛不易 陈伟霆 苏友鹏等歌手 就都是春晚的老面孔 2013年 春晚导演组 向张亮颖 张杰 黎又嘉三位选手歌手 发出了正式邀请 也开启了选秀歌手 在春晚舞台的破冰之旅 2013年 首次登上春晚舞台的张杰 与歌手黎又嘉合唱的歌曲 《给我你的爱》 获得好评 从此 他也成了春晚舞台的做上宾 2016年 不唱歌曲发光时代 2017演唱歌曲 《满城烟花》 2019年 演唱歌曲《时间的远方》 2021年 演唱本人参与制作的歌曲 《亲戚》 如果张杰能参与《龙年春晚》的话 这也是他第六次春晚之旅 相较于其他选秀歌手 张杰确实备受央视宠爱 2021年 周深首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他和张也合唱的歌曲 《灯火里的中国》 快速出圈 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爆款歌曲 2023年 周深再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演艺个人单曲 《华凯网优》 依旧收获网友的好评 一开口就是国泰迷案的周深 显然和央视春晚的气质更契合 他能再次获邀 并参与彩排 也在意料之中 纵观历届春晚嘉宾 赵本山 冯拱 潘长江 蔡明等喜剧演员 被网友戏称春晚丁字户 随着这些喜剧演员的隐退 如今春晚丁字户也发生了变化 TF Boys 关晓彤 陈伟霆 张杰等人榜上有名 龙年春晚首次彩排 钉字户之一的陈伟霆 也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小辫子造型非常酷 一下子拉满了网友的期待值 陈伟霆2017年 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与陆寒共同演唱了歌曲 《爱你一万年》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陈伟霆连续参与了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五届春晚》 已经六次上春晚的他 在港台艺人中 无疑是根正苗红的代表 也是出镜率 仅次于一众小笔演员的春晚常客 参与龙年春晚首次彩排的阵容中 演员占比同样很大 其中就包括 黄博 黄轩 杨逆 魏大勋 曾顺熙 新之磊 毛小彤 白敬廷 张若南 宋家 王阳等 魏大勋 曾顺熙 新之磊 王阳等人 去过一年都有报款局在首 能被导演组邀请 也是对其表演和作品的肯定 但演员跨界参与春晚 往往是一把双刃剑 有人成功出圈 但也有人引发不小的争议 受五月天事件的影响 如今网友非常关注 晚会表演是否全开卖 春晚这样的大型直播晚会 全开卖对于演员来说 确实有难度 到时候 一旦演员选择半开卖或假唱 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热议 演员除了跨界演唱歌曲外 小品类节目 是他们经常参与的节目类型 从近年来语言类节目的 总体反馈来看 演员跨界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而初见照相馆 留给观众的阴影 依旧挥之不惧 对于今年跨界演小品的演员来说 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小编也替他们捏一把汗 首次春晚彩排中 月云鹏 孙月参与其中 他们的相声也是春晚不可缺少的一道开胃菜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优秀参赛选手 吕炎 蒋诗蒙 张芷等人同样现身 他们在春晚舞台的表现 值得期待 值得关注的是 魔术师刘谦 出现在首次连排当中 2009年和2010年 刘谦连续两次登上春晚舞台 其表演的魔术 魔手神采 千变万化 获得观众票选 最喜爱节目取益 其他的一等奖 他也因为春晚舞台 一炮走红 刘谦2019年 曾重返春晚舞台 其表演的魔术 依旧是观众的新头号 时隔多年 刘谦再一次出现在春晚连排中 很多网友直呼 也轻回 他的节目同样让人充满了期待 刘谦都回来表演魔术了 网友也期待 导演组能把刘谦魔术的 那个托找回来 整个龙年春晚首次彩排 最大的彩蛋 并不是这些亮相的艺人 而是熊猫饲养员 谭爷爷 谭金桃 铁路工作者 尹老板刘颖 龙年春晚首次启动了 春晚等着你项目 邀请生活中的新闻人物 入座春晚观众席 谭爷爷和尹老板 就出现在首次连排中 导演组的这一做法 也得到网友们的一致认可 对于龙年春晚 你们有什么期待吗 对于龙年春晚